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进阶实验第十一课的学习 好在我们的第十一课的前两个小节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MCU的低光化模式 以及我们这个RTC实验的一个理论基础 第二个小节呢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 待机唤醒的这个具体的实验代码的一个分析 以及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今天呢我们就将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 十一课的第三个小节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RTC实验代码的一个分析 以及我们这个RTC实验和我们这个低光化模式 这个实验啊我们这个综合实验的一个具体的 一个再版的一个演示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设置我们和读取和设置我们这个RTC的方法 好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我们如何读取设置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的RTC 好要看如何设置和读取呢 那么当然就是要看我们这个MCU的这个数据手册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二三节 这些特性呢我们都讲了 不给大家就一个具体的一个讲解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我们23.3 我们这个RTC的这个功能说明 好大家看这个功能说明呢 那里面它有讲了这么多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具体的呢就是要看 对这个RTC这个积存器的一个读取和设置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这个23.3.5 我们这个RTC的初始化和配置 这个小节的一个内容 其他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比如说像这些读取日历RTC同步啊 还有时间冲击检测这些功能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没有用 因此呢我们这边 不给大家做一个过多的一个讲解 希望大家在以后这个项目中 如果要用到这些RTC的其他功能的时候呢 那么就要参考我们这个数据手册对应的小节 来进行一个编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23.3.5 我们对这个RTC寄存器的一个访问 实际上呢对我们这个RTC寄存器的读操作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去读取我们这个RTC对应的 我们这个日历的影子寄存器就可以了 并且呢这有一点说明啊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APP这个接口 我们这个总线接口 在访我们这个RTC寄存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引入两个等待周期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边会有两个多的一个等待周期 然后呢我们比较难一点的呢 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RTC寄存器的一个写操作 因为之前给大家讲了 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这个RTC寄存器啊 我们还有些电源的一些备份域的一些寄存器 以及我们SRAM备份域这几个寄存器呢 它都会有一个写保护 为了防止我们突然掉电 或者是一些其他意外的一些突然的一些读写 它都有一些写保护 因此呢我们在操作 我们想去设置我们这个 也就是写入我们RTC寄存器之前呢 要把这个写保护给去掉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RTC寄存器的这个写保护给去掉呢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DPB的这个位置一 才能使能我们这个RTC寄存器的一个写访问 并且这里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所有的RTC寄存器在商店复位以后呢 均是处于一个写保护的状态 那么我们要 就是取消取掉这个写保护呢 就必须像这个保护寄存器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RTC专门有一个保护寄存器 也就是说我们RTC-WPR这个寄存器 写入一个密码就可以使能对我们这个RTC寄存器的一个写操作 那么我们需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密码呢 好这给大家讲了一个具体的步骤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要写一个0XCA到我们这个RTC-WPR这个寄存器 然后呢第二步就是要把我们这个0X53写入RTC-WPR寄存器 然后把这两个密码写入到我们这个RTC 这个写保护的这个寄存器 好并且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错误的一个 比如说这两个任何一个错了 都会再次激活我们这个写保护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重新的一个写入 所以说这个写操作呢 就要麻烦一些 就需要先写一个密码到我们这个RTC的保护寄存器 再对我们这个RTC的寄存器呢 进行一个写访写操作 好然后后面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讲了我们对我们这个日历这个的一个初始化和配置啊 大概分为以下这五个步骤 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对我们这个日历这个重新进行初始化和配置 或者是要配置呢 就按照这个五个步骤进行一个执行 正面呢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念了啊 大家可以对照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代码和我们这个流程 来具体的一个看一下 然后后面的关于这个下始令闹钟编程 以及我们的编程换解定义器呢 我们这个实验没有用 因此呢正面呢不给大家做一个过多的一个讲解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首先呢 因为我们还是使用这个CMSS这个酷 它提供的对RTC的一些操作的酷函数 来实现我们这个RTC的一些操作 因此呢首先呢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这个CMSS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关于RTC操作的一些酷函数 好那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这个工程 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对这个RTC的这个CMSS酷的一个支持 然后加进来 好大家看在我们这个device下面 好在我们这个STM32CubeHL里面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RTC 好大家注意我们这个RTC 勾选上 我们这个要把RTC这个勾选上 就是我们这个实时钟的这个硬件相关的驱动 勾选上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这个device下面呢 好大家看 多了一个这个STM32F4XX-HLRTC.C 以及STM324XHLRTC-EX 也就是它的一些进阶的一些操作 好我们主要呢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TM32F4XXHLRTC.C这个文件 好这个文件呢 前面还是一些对这个.C文件的一些一些投的一些信息啊 我们不去管它 它主要我们看一下这个栽药部分 栽药部分呢 就我们来看一下它给我们提供哪些功能啊 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初始化和这个反初始化的一个操作 以及我们这个RTC的这个时间和日期的一些功能 还有我们这个RTC这个闹钟的一个功能 还有外部的一些控制功能 以及我们外部一些状态功能 好 首先呢这个.C文件啊 就给它的一个注视呢 就讲了我们这关于这个被分域的操作的一些条件 好这个条件呢 大家呢下来自己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哪些条件下 我们才能去操作我们这些被分域 我们这个RTC的这些被分域 好这个呢我不给大家做 不给大家念了啊 这个大家下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讲了我们这个被分域下的一个复位 也就是复位以后对我们被分域的一个影响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被分域的这个访问 这个也给大家讲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被分域呢 因为我们这个RTC 它的一些寄存器呢 它有自己的也有自己的一些被分寄存器啊 我们要去访问这些被分寄存器呢 那么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啊 这些条件呢同学们下来自己来看一下 我们终点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驱动 好 我们首先呢 就要使能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RTC被分域的这个访问 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驱动之前 因此呢我们要如何来使能这些RTC被这个域的一个访问呢 那我们就要看上面的这些内容 好这些内容呢 同学们下来呢自己来看一下 然后呢就需要配置我们这个RTC的这个分屏器 可以配成一部和同步 以及我们这个RTC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格式 那么具体呢就是使用这个函数 HAL-RTC-IIT好这个函数来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呢就给大家讲我们这个时间和日期的一个配置 好就讲了如果要去配置我们这个RTC的一个日历 包括了我们时间和日期 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HAL RTC C time 以及我们这个HAL RTC C的date 这两个函数进行一个操作 好那么我们如何去读取我们这个RTC的日历呢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使用这个HAL RTC C time 以及我们这个HAL RTC C date 这两个函数进行一个读取 好这两个函数呢实际上都是这个CMSIS 给我们做好的 我们需要去知道如何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对于具体的一个实现呢 有期许的同学呢 下来可以具体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CMSIS库里面 这些函数的具体的一个实现 我们要看的话呢 还是要对应到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数据手册 来进行一个查看 好然后这个呢是对闹钟的一个配置 这个呢我们这个实验呢 没有没有配置我们RTC的闹钟 大家下来在以后的项目中呢 如果需要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如何去调用我们这个HAL RTC C的RN 以及我们这个GETRN这两个函数 进行这个对这个闹钟的进行一个设置 好接着呢就讲了我们这个RTC和这个低功耗模式 这个地方讲了我们这个MCO呢 可以从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 通过我们这个RTC的一个 一个第二功能呢进行一个唤醒 然后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RTC第二功能 就包括了我们这个RTC的一个闹钟 包括两个闹钟A和闹钟B 以及这个RTC的唤醒事件 时间戳事件 这个是时间戳事件 这个是入侵检测事件 包括了通过这些事件呢 就可以对RTC 我们这个RTC呢就可以对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呢 进行一个唤醒 好 而且唤醒呢大家注意啊 是从这个停止模式和这个Standby Standby这两个模式进行一个唤醒 并且呢 这还给大家讲了 在不依赖 不依赖一个外部中端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唤醒 也就是使用我们这个RTC Alarm 或者RTC Wake Up事件 好这也是为什么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RTC和低功耗模式呢 因为在我们实际的对我们这个物联网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开发中呢 我们这个设备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呢 它都是在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下面的 那么在这个低功耗模式下面呢 我们是不可能每次都通过人为的去对它进行一个唤醒 都是靠事件触发的 有些信号或者事件对我们这个设备进行一个触发 导致它从一个低功耗模式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模式 那么我们这个触发呢 实际上很多都是靠我们这个RTC 如果是周期性的呢 就是靠我们这个RTC来进行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唤醒 如果是靠触发的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检测 RTC的一些检测功能入行检测 或者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唤醒的一些功能呢 来进行一个从低功耗模式的一个唤醒 好然后最后呢 这个讲了我们这个RTC给提供了一个可编 编程的一个实际单元 来专门为我们这个停止和待机模式呢 进行一个可以设置我们这个唤醒的一个间隔 好后面呢就是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我们来大概的一个浏览一下 首先呢就是一个初始化和反初始化的一个函数 好然后呢 这就讲了我们这个RTC的这个分频器啊 它呢是产生的来自于我们这个RTC一赫兹的一个时机 好并且讲了我们如何可以对这个分频器进行一个配置 好然后呢在这个初始化部分呢 还给大家强调了我们所有的RTC的寄存器呢是写保护的 并且呢 我们需要写入一个关键字才能把它从一个写保护 写入到我们这个写保护寄存器啊 才能使得它从这个写保护的这个状态推出 好并且呢 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了我们要配置我们这个RTC的这个日历呢 那么我们就必须让它进入一个初始化的一个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这个日历的这个寄数器呢 才能够停止 并且它的这个值呢才能够被升级啊 大家这个如果需要配置我们的RTC的日历呢 就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内容 好 然后呢就是这个第四个注意呢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要读取 通过我们这个影子寄存器呢 要在我们这个日历初始化以后去读取我们的日历呢 那么我们就 大家看啊 在我们这个日历升级以后 或者是从幻醒 就是从我们进化模式幻醒以后 进行一个读取 那么必须首先把我们这个RSF这个标志清零 把它清除 清除呢才能对它进行一个读取 然后呢 这讲了我们这个软件必须等待 这个位RSF位 重新被质疑以后 才能去读我们这个日历的寄存器 这个时候呢才表明我们这个影子寄存器的值呢 才能够被更新 我们调用这个HLRTCWriteFor For这个同步 这个函数呢来 实现我们对这个RSF位的一个 自一的一个等待 好 然后我们具体 大概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具体的RTC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函数 好 这个函数具体的实现呢这里面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过多的一个讲解啊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对照着我们这个RTC的寄存器 其实我们操作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这个函数是如何实现对我们这个RTC进行一个初始化的 然后这是一个反初始化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RTC相关的一些硬件 比如说相关一些IO 如果需要进行配置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个函数里面进行一个配置 这同样是一个弱声明的这个函数 大家 这个有这个MSP的这个函数呢 大家想必已经比较清楚了 这里面呢不给大家多讲 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RTC的时间和数据的这个功能 好 我们主要就要用这个RTTC的Time 来实现对这个时间和我们这个日期的一个设置 对时间的一个设置就要是靠它 并且呢大家注意一下 它最后一个参数啊 这个格式 最后一个参数 它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二进制格式的 边就二进制格式 还有是BCD格式的 就是十进制编码的BCD格式的 这个二进制和BCD呢 这个BCD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一个十进制编码 这个希望同学们不清楚的下来可以百度一下 看一下这个BCD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好 然后呢这个就是 读取我们这个时间 好 这个呢就是设置我们的日期 同样也是两种格式 一个二进制格式 一个BCD格式 然后这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取得我们的这个日期 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呢 我们的这几个 我们的这个时间要使用的函数呢 实际上就主要就使用这几个函数 后面呢呢就是它的一些RTC的报警的一些功能的一些 函数的一些设置 比如这个是设置它的一个闹钟 一个报警闹钟 然后这个呢 是对闹钟的一个 设置闹钟 并且是通过这个中断 设置闹钟的一个中断 好 我们继续把还是把这个整个看完啊 这个呢 是我们让这个 大家看一下我们 theactive上这个 RTC的这个中断呢 让它指定的这个中断呢 不活跃出一个不活跃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这个呢 好 是我们读取我们的这个闹钟 好 这是我们具体的这个闹钟 启动以后 比如说我们这个闹钟 这个中断到来以后 我们具体的一个闹钟的一个服务历程 好 这是我们这个闹钟服务历程的一些回调函数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一些外设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函数 这个呢 就是我们等待同步 就是等待我们这个RSFA之一 等待我们的RSFA这个flag之一 这是外位状态的一些函数 这是读取我们的RTC的一些状态 好 这是我们这个进入我们RTC的初始化模式 如果我们要对这个RTC进一个初始化操作呢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函数 让它进入 就是对我们这个日历 日历要进行配置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让它进入我们这个初始化模式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对这个日历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配置 好 对我们这个CMSS这个提供的RTC操作酷函数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然后呢 我们接着呢 就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流程 和它的一个实现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看我们的这个 主模块啊 在这个主模块里面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 有两个结构体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RTC的时间内心的这个结构体 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日期内心的一个结构体 好 这两个结构体呢 一个是定义了我们这个RTC的 它内部的一个时间的一些 啊 它这个结构体的 对应的它的一些时间的一些变量 而这个日期呢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日期的 它的很多的一些变量 比如说年月日啊 这个对应了十分秒啊 这些变量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 实际上呢 就是十分秒 然后我们 还有它的一个 这个时间的一个格式 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储的一些操作啊 这后面都有一些庶民 大家可以下栏的看一下 而日期呢 实际上也是 也是一样的啊 正面的就不给大家看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日期的一个具体的格式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需要设置的 然后我又定义了两个需要设置的一个时间 和需要设置的一个日期 然后我们这里面做的比较简单 我直接把这个时间 十分秒和这个年月日呢 把它写死了 写了一个时间 15年2月1号 时间呢 12点0分0秒啊 然后呢 这些处处话不给大家多讲啊 然后我们这个点灯表示系统运行 然后就是我们调用这个RTC的II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哪呢 实际上我们 在我们这个Drivers层上面 我又加了自己的一个Drivers 啊 我就是我们叫RTC.C这个文件 好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大家看 我们就实现了 我们对应的 我们这个RTC相对应的 我们要使用的一些硬件的一个初始化操作 以及我们这个RTC的一些初始化操作 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RTC的初始化操作 好 首先呢 因为我们要使用 我们要去设置我们的RTC的一些居存性的实际上 就是要设置一些 有些保护的一些居存性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要 使能我们这个电源的这个时钟 然后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HRTC啊 我们这个结构体呢 进行一个 具体的一个设置 啊 这个结构体呢 实际上它就是定义在 我们看这个HRTC呢 好 我们 我是直接把它起来这个位置 就RTC header typeify 啊 这个结构体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结构体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具体对应的是它的这个寄存器的这个地址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RTC 这个寄存器 我们在这里面呢 对它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大家看 就是初始化成了RTC 对应的这个寄存器的一个地址啊 这是一对应的它的寄存器的地址 好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比较关键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IIT的这个结构体 我们看一下 这个IIT的这个结构体 就是这个结构体 我们初始化的这个参数的这个结构体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体呢 就包括了我们这个时间的小时的一个格式 还有呢 我们这个 比如是一个预分屏的一个同步 同步的一个周期 应该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一步周期 这是一个预分屏的一个 同步的一个周期 好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 输出 它的一些输出 然后呢 定义了我们这个输出的一个 相当于输出的一个极性啊 最后呢 定义了我们这个输出的一个 输出的一个类型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怎么初始化的 好 我们呢 首先就是对这个格式呢 我们是写的24小时 24小时这个格式啊 大家注意这些红定义呢 实际上都是在我们这个 大家看 在我们stm32f4xx-rtc.h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要使用相关的这个红定义 直接使用就行了 这个都是已经帮我写好的 比如说这个是 时间是24时字啊 这个是12小时的这个时字 我们要使用不同的这个时字呢 我们只需要 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红的一个 参数的一个设置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这个就是对它的一个一步的一个分屏啊 这也是可以看一下 对它的一个一步的一个分屏的一个周期呢 我我正面是我写的 是分屏成了一个0x7f这么一个值 然后同步的一个分屏的一个周期呢 是0xf 我把它写成0xf 好这个输出呢 具体上这个rtc的输出我们把它禁止掉 不让它做一个输出 这个极性呢是高 是高啊 高有效 然后呢这个rtc的输出的是一个开路状态 让它做一个开路 就是像是不使用它 我们看还有些其他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有开路状态 还有一个push上拉下拉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把它设成一个开路的状态 让这个rtc呢不进行一个输出实际上 然后呢就是调我们这个hrtcit这个函数 参数呢就传递我们刚才这个hrtc的这个参数 然后就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看是否出事发成功 这个判断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啊 就假设我们这个初始化失败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点一个灯 点一个灯 只是我们这个初始化是失败的 或者通过窗口打一些信息出来 这呢我是什么都没有做的 大家注意一下 好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这个硬件相关的一些初始化 好我们 我们要使用一个rtc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rtc的这个时钟呢 我们这个时钟就要进行一个初始化 啊 要要初始化这个时钟呢 就是要初始化我们这个rcc-o 这个ociit typedefine啊 这个结构体 以及呢我们这个外设的这个时钟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首先呢就是配置我们这个rtc的这个时钟源 这个时钟源呢我们 这个结构体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 好这个结构体呢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 这个硬件相关层在我们这个hl-rcc啊 这个投文件里面定义的就是我们这个金正啊 时钟相关的啊相关的这个投文件里面定义的 然后呢具体呢啊我们就是这样设置的啊我们 对我们这个他的一个oci osc呢我们使用的是lsi 也有我们低低频时钟 然后呢对这个pl我们选择这个参数是lum 大家看是lum啊就是我们不使用这个pl 也可以还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使用我们这个把它关闭掉 或者把它打开我们使用的是lum也不使用 然后呢对我们这个lsi啊我们是把它打开的 因为我们要使用这个lsi 并且呢lse呢我们是把它关闭的 对于这个lsi和lse呢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些时钟 啊它不同的一些低频的一些时钟 这个具体的呢大家下来呢可以查看我们的这个数据手册啊 然后就调用我们这个hlrcc oscconfig这个函数 对它呢对它的一个时钟呢进行一个配置 好接着呢就是要配置我们外设的一些时钟 啊外设的时钟呢那么我们要使用rtc呢 当然就要配置成这个rtc时钟 啊并且还是要使用这个rtc的这个 时钟源呢使用这个lsi 然后调用这个hlrcc ex这个 使用配置的函数进行一个配置 好呢接着呢就是让使能我们这个rtc的一个时钟 调用我们这个hlrcc rtc enable 使能我们这个rtc的一个时钟 好大家看这个使能操作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这个 stm3rfxxconhl-rcc.h的文件 就是我们这个时钟相关的一些操作这个文件里面 好然后就是假设啊我们要使用这个闹钟 那么我们就要需要对这个闹钟进行一个配置 好要设置它的优先级 并且要使能我们这个rtc唤醒的这个中段源 好实际上我们这边是没有用它的 这边呢只是我给大家调用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如何如果要使用这个闹钟的话呢 我们如何来来使用这个中段 好关于我们这个rtc的这个初始化呢 这就给大家 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低功耗模式一个初始化 在上一个小节呢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取得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时间 我正面传两个参数啊 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它的一个日期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实际上就调用了两个函数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cmss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读取时间的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呢还调用了我们这个 这个cmss给我们提供的读取日期的这个函数 并且呢这个时间格式呢我选的是二进制格式啊 大家看我选的是二进制格式 并且这两个参数呢 就是实际上追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进行了一个传递 好然后我们调用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读取到它的一个时间 然后判断了一下这个年这个信息是否是15年啊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打印一条信息 就是说我们要设置这个时间 并且呢我们会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置 时间是我们调用的 是如何来设置的 实际上就是调用这个 rtc set all tim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实际上也是调用了我们这个 cmss酷函数 给我们提供的set time 即我们这个hrtcc的date 这两个函数进行一个具体一个操作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代码后面的部分啊 后面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和日期 进行一个通过串口进一个打印 并且进一个延时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对我们这个 待机状态的一个操作啊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时间发现秒是59秒的时候 就让他进入这个待机的这个状态 好这个待机的这个代码呢 上一节小一节给大家 已经进行了一个讲解 好下面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 具体的这个代码呢 进行一个演示 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好首先呢还是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个编译 好编译通过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个下载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我的开发板已经连好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 把这个板子复下位 复下位然后对他进行一个下载 好这个时候呢代码下载好了 好这个时候 好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时候窗口助手呢已经打开了 我现在这个刚才发了把它清除掉 好首先呢我让他这个板子复下位 我们看一下 稍微那个板子复下位 好大家看这个灯 亮了一下表明这个系统开始运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窗口输出的一些信息 好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时候窗口呢 已经读取到我们这个RTC的 这个实施的一个时间 以及我们设置的一个日期 并且呢已经开始运行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 我做一个小实验啊 我先把窗口关掉 然后把这个系统断电 大家看我把这个系统断电 好这个时候已经断电了 好然后呢我重新给他上电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时间 好大家看啊这个时间呢 实际上 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啊 大家看从这个25秒到35秒 说明这个时间没有掉 他仍然在计时 说明我们这个RTC呢 其实实际上 在我们这个系统掉电以后 仍然在进行一个计时 好下面呢我们来 看一下到到这个59秒的时候啊 大家看 到这个59秒的时候 大家看我们这个 系统呢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输出了 对吧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系统这个时候 进入了这个待机的一个状态 好在这个状态下呢 实际上有几个办法可以让他唤醒 一个就是让他复位 我按下复位 外部复位按键 给他一个外部复位信号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讲的 我们通过我们按这个 key up这个按键啊 大家看这个是key up这个按键 这个时候呢我按一下这个按键 好大家看我按了这个按键以后呢 这个系统就重新开始运行了 但是有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大家看 我们先把这个窗户关掉 好我按了这个按键以后呢 这个我们这个rtc的时间呢 实际上全部都被清零了 好我们又重新 我们调用了这个sittime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 这个sittime这个 这条语句被打印出来了 然后我们重新设置了我们这个时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 大家看在这个stand by mode这个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rtc的这个备份域啊 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复位 因此呢我们这个rtc的时间呢 这个时候呢就重新重零又开始了 然后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发现年不是15年 又对他重新进行了一个设置 好这一点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然后他又 好这个时候已经停止运行了 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我们每我们把它重新进行一个复位 大家注意看这个灯啊 好大家看这个灯常亮了一下对吧 好又重新开始了 说明了我们这个 从stand by模式啊 重新唤醒 实际上呢是整个系统呢重新复位 好没有从我们这个 而sram里面的内容呢 从运行而是整个系统呢 重新开始运行 好这一点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我们这个实验的演示呢 就先给大家演示到这儿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课后的作业 我们呢 这个11课的这个作业呢主要是两个内容 首先呢就是在 希望同学们在完成我们的课堂实验的基础上呢 请同学们使用这个RTC的这个 周期性的可唤醒的可编程的这个唤醒中段 通过这个唤醒中段 wakeup这个中段 实现呢在这个待机后 实现一个定时的一个唤醒 实现一个定时的唤醒 而第二个实验的内容呢就是 还是在我们的课堂实验的基础上 把我们这个待机状态 改成进入我们这个睡眠状态 或者是进入我们这个停止状态 进入这个状态呢 并且要实现我们这个唤醒的 如果需要写代码呢 那么就把这个唤醒的代码也要实现 然后呢如果同学们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通过如果有万有表 可以通过这个万有表测试一下 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三种状态 我们今天这个十一课的讲解呢 就先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